凡人游喜 我们等你 您身边的亲人朋友是单身 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8805 8805 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免费相亲 同时您还可以到全重庆超市立各大门店来进行报名 那凡是成功参与凡人游喜节目的嘉宾 还将会获得由超市立眼镜为您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 节目播出以后 我们的嘉宾可以到超市立重庆各大门店来进行领取 朋友们 我们的年轻朋友也来到了我们凡人游喜的节目当中 比如说今天节目当中这位女嘉宾就是一位21岁的年轻女孩 之前在浙江念书 目前在重庆实习 女孩在感情方面她最大的一个特点 或者说她的一个疑惑点在于 因为她之前有过一段失败的异地恋 所以面对感情她不想再去异地 不过接下来她又没有定下来到底会在哪里工作和学习 那这个时候她如果来考虑感情 来相亲的话 她又会考虑一些什么方面的问题 她会纠结吗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她怎么说吧 大家好 我叫戴安丽 今年21岁 然后是重庆人 目前正在实习 大概月收入有3000多 本期交友女嘉宾戴安丽 身高1米70年龄21岁 职业自媒体实习 月收入3000元左右 婚姻状况未婚 我平时喜欢拍摄 因为我是学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 然后就喜欢拍照这些 然后也喜欢旅游 有去过全国很多个地方 我谈过一段恋爱 我们是在浙江认识的 我是重庆人 她是天真人 然后就因为放假嘛 然后就可能太久见不到面 我们就容易吵架 然后后面不合适就分了 因为我是独生子女嘛 我家里人也比较支持我的决定 我以后工作的情况呢 可能就根据到时候我专业 哪边就是工作机会更多 我就会去哪里 如果以后找男朋友的话 我想我也有一定的会考虑 她的工作的地方 然后我们责中选择 因为我身高1米7嘛 然后我就喜欢稍微高一点的男生 然后喜欢温柔一点的 然后我稍微有点累一下嘛 就可能喜欢稍微主动一点的男生 女嘉宾的择偶要求 一 身高在1米75以上 二 温柔且主动 好 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旁边这一位身高1米78 1米7 1米7 对吧 我不能把她再说矮了 因为官方我报 好 我旁边这一位身材高挑的女孩 就是小戴 是的 旁边这一位是 是我的妹妹 是妹妹 哇 你们家里遗传基因都比较好 谢谢 谢谢 个子都长得很高 但妹妹应该还要长 妹妹应该长个1米85也可以 都好高现在 好 那妹妹今天陪姐姐过来 主要是不放心 还是要希望帮姐姐参考一下 希望帮姐姐参考一下 参考一下 你对姐姐在感情方面的情况了解得多吗 我比较了解吧 了解一些是吧 姐姐的上一段感情就是因为异地恋 然后分开了 我也觉得特别可惜 所以现在希望姐姐再去尝试异地恋吗 不希望 不希望是不是 是不是所有的异地恋最后都会是分手这个结果的 我感觉吧 要看他们的目的是不是一样的 如果说你异地两个人还是在两个城市发展的话 就基本上没有可能 如果说他们毕业之后 可能会选择到择中的城市 或者去其中一方的城市一起工作的话 我感觉应该会好一些 那既然都选择到其中的一方去了 那就不是异地了吗 对啊 就是异地恋不可能一辈子都异地恋 那你能够忍受或者能够接受最长多长时间异地呢 我现在不接受异地恋 就是一分钟都不行 对 必须在一起 短期的可以 短期的可以 长期的不打算了 那你觉得为什么很多异地最后都会走向的是分手 原因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主要的是什么 我觉得最主要的是 你想如果两个人一直在一起 他吵架了 他可以立马去女孩子家楼下等他 跟他解释 但是你一定念呢 就是可能你这个时候你很难过 你该打电话 那人家有事没有接你的电话 然后长期的这种时间差吧 然后就会感觉没有恋爱的感觉 那如果哪怕我们俩都在一个城市里边 我们俩如果说闹矛盾了 我们俩冷战 或者是你就住在接对面 我就在接这边 我们俩冷战 但我们依然见不了面呢 那就分手呗 那如果我们俩异地 我如果真的爱你 我或者我希望见到你 我再远我也可以坐飞机 坐轮船坐火车来见你啊 但是我觉得这跟距离有什么关系呢 有时候我们很多情侣 甚至有一些夫妻 大家坐在一张沙发里面 在一个客厅里边 你看你的手机 我玩我的游戏 大家在同一个屋檐下面也可以不交流 不说话 所以你觉得这个真的跟距离有关系吗 有的 你一年的工资有多少人支撑你 比如说我这车我想见面 你这车过来飞机票两成千 我下车我又想见你 我们才分开两成千 我也想见你 你工作不工作了 然后你的工资都花在车票上了 然后我过去找你 我也要花我的工资 然后我的车票回来订酒店 那我们发微信可以吗 这是不是刚刚的问题 发微信 我们把视频解释不清楚 而且没有安撑感 好 所以如果异地 还是有很多的困难和障碍 哪怕你想见它 你有很多的困难 而大家在一个城市里边 你想见它 你是可以去行动的 对不对 是可以去见到它 好 上一次的异地 最后的原因也是 因为经常吵架 然后会有一些沟通方面的 不合适 然后始终沟通不了 所以就没有办法再继续了 当然他最后也是来找了我 但是我感觉没有必要了 好 所以小戴是因为 有过一次这样的经历 正所谓一遭被蛇咬 十年怕行生 所以不想再去 踏足异地的恋爱 算吧 那你现在的另外一个 比较棘手的情况 就是你一方面现在虽然在重庆实习 但是因为你曾经在浙江念书 那未来的发展到底在哪里 你还没有定下来 你现在目前是怎么考虑的 目前先实习吧 你更倾向于可能以后选择在哪里 北上广这些城市吧 因为这些对我的专业来说 工作的机会会更大一点 但是如果以后有认识的 合适的人的话 跟他接触下来 如果我们的未来的规划有分歧的话 还是会重新考虑的 十重新门的 对 十重新门 所以可能在西里边 还是有那么一丝丝一丢丢的 这种纠结 对不对 对对 可能考虑到北上广深 发展机会更多 但因为这一方水土 你又有那么一点 犹豫在里边 对的对的 所以我在想 为什么你觉得 北上广深发展更好 你为什么不索性就到那里 去找地方实习 而要回重庆来实习呢 你不是给自己找一些困难吗 因为还是想多陪陪家人吧 因为我大学也是在外地上的 目前短期的话 还是想先陪陪家人 然后看看有没有考研的打算 好 走一步开一步 对 那当然的 我觉得北上广深 可能是全国的超一线的大城市 但是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朋友 甚至是外地的朋友 他们也会选择来到我们重庆 是的 重庆的发展也越来越好 我相信是金子 它总会发光的 对的对的 那不管在哪里 找到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 有发展前景 这个是最好的 那你既然 你到底以后在哪 你又最害怕的就是异地恋 为什么你自己有这个矛盾 反而在这个时候来相亲 这不是给增加 以后给自己增加 因为我想来碰碰运 十万也有跟我一样的年轻人 就是说 以后想到外地去发展的呢 因为现在年轻人 就是对自己的未来没有那么的固定 所以说 对对对 好 当然我觉得可能还有一方面 也是小代想给自己留下来 再找一个理由 是不是 是的 如果说 如果说在重庆实习期间 真的在重庆碰到了一个很好的男孩子 你会不会因为他而考虑选择留下来 会啊 也会是不是 所以我说他可能也是给自己找一个理由 当然不管你找的这个男朋友是在重庆 还是他愿意跟你一起去外地 我觉得两个人一定要双向奔赴 对不对 是的 两个人都要愿意为了这段感情去付出 而不是说 一方纯粹为了对方而选择牺牲自己的一切 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目的就只有说 我纯粹就是为了他而去的 我相信这样 这个也不会长久 对吧 是的 因为他在那里找不到自己的快乐 地族也不能长久 对不对 好 我问一下妹妹对于姐姐 接下来在哪里定居这一点 作为妹妹和家里人 有什么建议和想法 你们是怎么想的 我可能更希望姐姐能够留在重庆吧 为什么呢 因为还是想多见见姐姐 但是姐姐想要去外地发展的话 他肯定是要支持姐姐的想法 还是要支持她 对 那你更希望他能够在重庆找到一个男孩 两个人很合适 留在重庆 还是说他在重庆找到一个跟刚刚姐姐说的 一样愿意跟他一起出去到外地打拼的人 我更愿意姐姐选择一个能和他一起出去闯荡的 好 所以妹妹心里也很纠结 你们一家人又高又纠结 妹妹又想你留下来 又想姐姐出去有更好的发展 不过我觉得这一切 也许都要等过了今天 咱们才能够再去商量 今天的男嘉宾是否让女嘉宾满意呢 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吧 大家好 我叫吴勇 今年21岁 身高1米78 我现在的工作是兼职平面模特 因为我才入行不久 所以工资比较低 一个月只有5000多的样子 本期交友男嘉宾吴勇 身高1米78 年龄21岁 职业平面模特 月收入5000元左右 婚姻状况未婚 我平时性格比较阳光 比较喜欢出去玩 比较喜欢运动 喜欢住于社交 然后去经历 接触一些新的事物 我大学谈过一段恋爱 然后谈了一年的样子 后面因为一地 他比我大一级 我们慢慢慢慢地 因为一地年的 感情就比较胆了 就分手了 我想找一个 然后长得一般 不是很臭 也不是 也不要太乖的那种吧 太乖的包不住也 然后年龄差距在三岁以内吧 然后身高这些都没有要求看自己的感觉 主要 男嘉宾的择务要求 一 长相中等 二 年龄在20到24岁之间 那小五现在的工作是在做平面对不对 对 一些简单的拍摄 就你们这个职业在重庆的发展 按照你现在的理解的话 前景怎么样 我觉得挺好的 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大环境 对网络这方面都挺好的 只要有努力 够努力我觉得能发展好 怎么努力吗 你们这个工作就是爹妈给的 靠山吃山 靠海吃海 那我要是能够 我爸妈要是把我生成你这个样子 我也可以做平面 我健身 我比较熟 我可以自己从着自己的路里 提升一些外在的 不是咸添的吗 就比如说减肥 少吃 对不对 这方面我是比较放纵一点 那如果说有比重庆更好的发展的地方 据你了解 全国还有一些其他的 可以选择的地方吗 浙江吧 因为他们说浙江是汪魂村子 哦 就是比如说像杭州对吧 对对 因为梅宝在那里对吧 那有没有想过到外地去发展呢 去浙江去杭州呢 看后面在重庆的发展情况吧 如果不行的话 如果浙江那边有机遇可以去一下 哦 机遇是指的工作上面的机会对不对 对对 那如果在浙江有一段缘分等着你去的话 你会不会考虑 那要看喜欢成都了 嗯 如果特别来个的话我就会去啊 会去是吧 对 我对于地方要去我不算是哪个 我比较随意 嗯嗯 嗯就是既可以在重庆 对 也可以去其他的地方对吧 而且我我相信做平面 其实有时候本来就有一些 比如说到外地去拍摄啊 嗯啊 所以走的地方多了 可能对于一个地方 呃反而就没有那么的 说必须要在那里的这种流连对吧 对的 嗯 还有一件事情想求证一下 因为你的择偶要求里边的说 就又不能太丑又不能太乖 这个矛盾的话到底应该怎么去理解 这个不矛盾啊 太丑的喜欢不上 喜欢不利哦 太好看的又把握不住 所以长得漂亮的是喜欢是喜欢 只是你不敢去喜欢对不对 对啊 所以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那还是说到底还是喜欢漂亮的对不对 因为他自己本身也也这么帅 但关键是除了漂亮 还要看是不是适合自己对不对 对啊 不过话又说回来啊 对于美的概念 每个人的定义都不一样对不对啊 那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所以呢 我想现场来看看你的标准到底是怎么样的啊 是 哎 你比如说啊 你看在我们的前方 那个白色的椅子上 现在就有两个在聊天 在那休息的女孩 哎 一个穿黑色衣服 一个穿白色衣服 你比如说啊 穿黑色衣服的那种女孩 你觉得 她长得是不是那种特别漂亮的类型 挺漂亮 但是不算特别漂亮 嗯 那不能算特别漂亮是吧 但她是挺好看的 好 那反过来 她又算不算那种长得嗯 不好看的类型 那肯定不算啊 也不算哦 好 所以就是穿黑色衣服这个女孩 在你的标准里边就是属于 正好在你的范围之内的 色 好好好 这样讲我就放心了啊 因为 现在我要揭开这个谜底啊 那个穿黑色衣服的女孩呢 就是今天我们要介绍给你的女嘉宾 好好 那刚刚通过这个小小的测试呢 我也大概了解一下你的标准啊 既然在你的审美范围内 那接下来我们就去了解一下 好不好 好啊 以及择偶要求来看 两人的匹配指数百分之八十 那么见面以后 两人能互生情愫吗 本栏目由看远看见 只需一副超视力星形花 请独家赞助播出 看远看见 只需一副超视力星形花镜 提醒您精彩节目 稍后继续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 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戴普通老花镜 只能看镜不能看远 中国渐变教眼镜标准 制定成员单位 歌唱家蒋大为李玲玉 亲情推荐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看远看镜 只需一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看书看手机 开会走路开车都能戴 一副眼镜全做到 想脱单很简单 来重庆电视台凡人有喜的 线下活动服务中心 媒体公信护航 真实相亲 诚信相亲 只要你是单身 或身边的亲人朋友是单身 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 8805 8805 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来免费相亲 找对象 好 欢迎游戏我们等你 你好 小泰 你好 你好 晒太阳了 有点热 来 我们先面朝大家 好 好 好 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 旁边是一位又高又白又帅的男嘉宾 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给你的小五 好 好 那你觉得我刚刚对他的这个颜值的这个评价 非常的标准 那么准确 非常的标准 你是他长的标准吗 你描述的又高又白又帅 挺标准的 是不是属于那种很帅很帅的男生 到底不是 那刚刚她对你的评价 跟你对她的评价也是一样的 那还挺 蛮超的 就是也不是长得好漂亮 不得了 那确实也是很漂亮的一个女孩 好 那旁边这一位你也给她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妹妹 好 妹妹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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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好自然 回现外 那另外还有一个小小的信息可以曝录给你们一下 就是因为我们的女嘉宾之前在浙江念书 所以对浙江比较熟悉 而我刚刚问到小五 她说她这个做平面 其实她最想去的地方就是杭州 因为那边就是电商比较多 对不对 所以有可能你们在重庆相识 如果有缘奔合机会 你们接下来有可能还会在杭州 会有一些这个新的发展和延续 好不好 好 那这样 因为这个太阳太大太晒了 那反正呢 我黑是黑无所谓 但是你们两个都那么白 我怕把你们晒黑了 我们还是找一个遮阴的地方 好不好 凉快一点地方 我们再聊一聊 嗯 好的 我觉得刚刚我看到男嘉宾和我姐姐站到一起嘛 然后长得还是比较帅 就是身高感觉还差了一点 嗯 我见到女嘉宾第一眼的话 我从她的衣装穿搭和外星来看的话 我觉得她是一个比较有格性的女孩子 哪里平时有孩子的兴趣爱好呀 我爱好挺多的 但是你有没有最喜欢的呀 打球 其实我喜欢拍照 拍照 嗯 对 因为我打球都是学这个专业的嘛 然后如果你想见 平时也会找一些模特去跟配那种 你除了拍照还有其他的爱好吗 嗯 我平时喜欢去旅游 旅游 对 因为我喜欢去旅游的那些都 因为都太纠缘了都没有感觉 所以说现在比较喜欢重新去看一看那些精神 有一种那种体验 你去过很多地方吗 啊 对 我去过秦海 敦煌 云南 然后 川西 川西特别好看 而且又离从秦海景 旅游的话除了去看沿途的风景以外 但是我觉得还是更重要是享受当下的乐趣 因为一相机配出来你永远没在人眼看到你更好看 那你喜欢旅游不吗 我还行 我挺喜欢的 我觉得多去看一看 我比较喜欢风景 那你有去过来的地方了 没去过来的地方 暂时没出过去 那你没有出过重新去是因为 没死的简单还是什么没人配的一切出钱 都不是吧 没有钱吧 好真实 我赚到钱的话 我一般会存一点在身上 我有安全感一点 我现在基本上不会找父母拿钱的 我出来之后都是直接把自己养活 都没找他们拿过钱的 那还是蛮好的我感觉 我其实我也是 就是现在实习了嘛 也没有往家里要钱了基本上 我平时我的工资啊 那国人会沾一部分 但是 剩下的更多还是滑到国人身上的那种 比如说会去买点衣服啊 那种 相比较 我可能比较是那种相熟性人才吧 你来 其实就是这种也挺不错的 我以前就觉得 而且存起来都存起来 但是后面我发现就是你存 没什么意义 我现在也有点专滑了像你这种 对 我觉得也 嗯 该春天要春天 但是更多的要滑出去 对啊 上班人都累 总要让国人开心啊 对啊 那你平时去当平民模特儿的话 更多是配全身来说 还是那种半身呢 都有吧 应该会偏全身多一点吧 哦 但是我感觉你比较适合配这些 没特别大的影响 我觉得我 我不是了解的方面 我只会配 你要不你可以适时 你帮我看一下 行啊 待会我给你拍两张看看 可以啊 我看一下 要不你坐在那个凳子那里 我看一下 对 就背靠这个吵的这个 对 怎么做啊 往后躺一点 我看一下 我先看一下 你头能出来一点吗 没有光 稍微往后痒一点 对 往后退一点点 好 看一下我 微笑一下 好 你这样 你去这样去梳 用蜡子手 对 用蜡子手 好 但是我去梳 就是这么很自然的 就是梳了一下头 不用太用力 轻轻的这样 对 往后 对 好 好 身体往后痒一点稍微 这个其实 我感觉稍微有点坐着 我有点坐着 你车眼眉还挺好看的 当然可以拍车眼眉 是吧 我跟她相处的话 她拍照 我感觉 然后拍照技术很好 然后很喜新 她不会比较浮导她做 抬一点头看远方 对啊 看我 再看我 然后还像刚刚那样 假装梳理一下头发 对 侧面 对 好 看一下吧 就是刚刚我给她拍照的时候吧 她也蛮配合的 而且我发现她特别的上镜 给她拍出来也特别的好看 我还想就是就是 之后还可以私下约她出来 给她拍一点照片这种 一轮聊天互动之后 两人更加的合拍 此时两人的匹配指数上升到了90% 刚刚我看两位聊天的时候呢 聊得也非常的投机 有共同的兴趣和爱好 刚刚互动呢 感觉你们也非常的愉快 我这个人呢就是希望 在你们如果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 要让你们看到希望 但是呢当你们一帆风顺的时候呢 我有想给你们一点新的挑战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考验一下 问一些尖锐一点的问题 看看你们在这些尖锐问题上面 是不是还能保持一致的看法好不好 那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的爱情盲盒的环节 在这个里面呢有一些话题供你们进行选择 待会希望你们把自己最真实的想法拿出来 好不好 不管是否跟对方想法观点一致 也希望能够让对方听到你们最真实的想法 来我们让小五先来抽一个问题 随便呢 随便抽 这看似是一个送分题 但同时有可能也是一道送命题 如果双方吵架 到底谁错谁道歉 还是不管任何情况下男生先道歉 以前告诉我以前你是怎么做的 以前肯定是谁错谁道歉 必须让你错这道歉 但是女孩子比较 他们在乎的不是对错 他在乎的是你让不让着她 那以后呢 以后的话 吵架 以后吵架 你觉得应该是谁道歉的 我不敢保证吵架马上道歉 我要起销了之后 我会慢慢去说慢慢去道歉 我觉得这种事情确实是该男生来做 男孩子比较偏理性化 但是女孩子比较偏感性化的 所以说你们操的不是一个东西 男生应该先道歉 就是我谈过之后 我再理解 是一件杂志 女孩不是要的谁对谁错 女孩要的是一个态度 对 好 女生是不是都这样想的 可能大部分女生都这样想的 我感觉 那你是一个大部分的女生吗 不是 我是那种偏理性的女孩子 我就是偏向于双方有错的话 然后我们可以先讨论一下 是谁 到底是谁的错 什么问题导致 然后什么解决办法 就是在我一开始很上头的情况 我不希望去讨论这些问题 等我冷静下来之后 我们可以讨论这些问题 可是你觉得真的有些东西 可以通过讨论 就能够分得清楚谁对谁错吗 可以吧 有些东西 就是没有谁对谁错 或者是说站在男性的角度 和站在女性的角度来看 大家都觉得个子没错 这个时候就需要双方包容 因为肯定每个人都不是相同的个体 都会有摩擦 然后但是两个人相处 就是慢慢在这些摩擦中 去找出适合两个人相处的一种方法 那你会为了一个男孩之中 去跟他来道歉吗 看是谁的错 就是如果是我的错的话 我会跟他道歉的 你还是会的 对对对 他的错我肯定不会道歉 那肯定 但是总之你希望 你不强求男方任何事情都要去 首先道歉 但是你希望他能够更多的来包容 体谅女孩一点 对 好 个人觉得这个问题呢 你们双方的回答都是教科书式的 一个标准的这个答案 对吧 就是都会让对方很愿意听的一个答案 男孩这样说 女孩肯定高兴 女孩这样想 男孩肯定心里觉得很轻位 当然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就不知道了 希望你们能够说到做到好不好 本欄目由看远看见 只需一副超视力心形花 请独家赞助不出 看远看见 只需一副超视力心形花镜 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 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戴普通老花镜只能看镜不能看圆 中国渐变教眼镜标准制定成员单位 歌唱家蒋大为李玲玉亲情推荐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看书看手机开会走路开车都能戴 一副眼镜全做到 400-100-6565 023-8686-5539 想脱单很简单 来重庆电视台凡人有喜的 线下活动服务中心 媒体公信护航 真实相亲诚信相亲 只要你是单身 或身边的亲人朋友是单身 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8805-8805 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来免费相亲找对象 赶紧联系我们吧 好 来我们接下来让女孩来抽一个 这个问题啊 这个问题啊 这是什么问题啊 你会选择更爱你的人 还是你更爱的人 我会选择更爱我的吧 因为已经选择过那个我更爱的人了 所以说下面想选择更爱我的 那为什么选择过一次 就不会再选第二次了 郁杰库不好呀 就是我更去迁就他 然后很多事情就是我去做退让吧 但是我觉得这样没什么意思 然后现在更想安稳一点 当然如果在那种还比较年轻的时候 想去尝试恋爱那种 我还是鼓励大家去选择自己更喜欢的人 好 我介绍我觉得人质长情嘛 我觉得这种挺好的这种想法 我也直接考虑 我觉得这是没问题的 男嘉宾的选择呢 我会选择我更爱的人 我会选择我更爱的人 你会选择什么呢 自己喜欢才能长久 但是如果别人不喜欢的话 我觉得结束了我也不会有什么很大的遗憾 那如果是一个你更爱的人 你一直在付出 他对你的付出没有回报 没有回应 你还会继续爱他吗 肯定不会啊 我肯定不会作动的 对啊 你刚刚不是说 你会选择你更爱的人吗 因为你选择你更爱的人 你才能够保证 自己更坚持 更一直爱下去 如果你的时候爱和付出 一直没有得到回报的话 没有得到回应的话 你还会坚持啊 不会啊 你就网上的话嘛 你敲不开的门 就没必要一直敲了嘛 但是制造你可以去试一下 去努力一下呢 好吧 好像在现实生活当中的 更多的男性也会做出 像小五这样的选择 就是作为男孩子来讲 可能更愿意选择 一个自己爱的人 而可能更多的女性 也会有着我们小代的选择 更多女性愿意被爱得多一点 我觉得这个可能跟 这个跟性别也有一些关系 可能吧 是 好吧 看来这两个 我以为尖锐的问题 其实也没有能够难到你们 那既然这样 都没有能够难到你们 是不是接下来 你们的选择 就会一帆风顺呢 那我建议最后 在选择之前 你们可以再听一听 亲友团 看看他们的建议 到底怎么样 好吧 此时的女嘉宾 有了自己的顾虑 对于刚刚那两个问题呢 我感觉回答我还是蛮满意的 但是我感觉就是回答得太完美了 就是我会有一点质疑吧 女嘉宾的这些话语 还是要看以后 我跟她相处之后 她的实际情况来看吧 我感觉这种 不可能什么那种很好的 都让我遇上了吧 看来女嘉宾并不太相信 自己能够遇见完美的另一半 那么接下来 男嘉宾的表现 又能打消女嘉宾的顾虑吗 此时两人的匹配指数 降至80% 狗狗向我一下 你长得也比较甩嘛 工作那些 也不可比免地 要解除很多女孩子 那你肯定有很多桃花吧 那哪种情况 你会怎么办呢 还好吧 我觉得 都是工作上的接触吧 接触也比较少 虽然说 人很多人是接触的 都比较少 比较时间比较短 目前 还没有说 跟工作上 有哪个女孩子 有比较多的来往 而且 我如果真的谈了的话 我肯定会公开的呀 我不会说 把她瞒着 这没有意义啊 还有就是 我姐姐她 那个比较喜欢耍嘛 都是 最近今天都没有结婚的一种打算 你看你能不能接受呢 我正好我其实我也还觉得都还年轻吧 结婚这种事情不能急的 慢慢来吧 这个我肯定接受 其实我也是打算那种事业稳定之后 然后再考虑那些问题 我差不多也是一种想法的 我觉得 不用急吧什么东西 对 我也觉得 毕竟要先 在于应该 要在于已经 我觉得 结婚毕竟不是个人心嘛 对 慢慢来 而且我觉得 结婚这个事情的话 应该是要有一定 不自己出来自身的吧 如果不行 这样的话 如果都没有的话 活着就特别的 对 我也生个想法 我结婚了他还是可能后面 想出去闯荡一下嘛 然后你会不会支持他 跟他一起出去闯荡呢 这个我支持他 我觉得都还年轻 都该出去做见一见 那如果你们真的一起 出去闯荡了 然后在生活方面 比如说生活上 有家务呀 做饭呀这些 你觉得两个人之间 应该怎么分配这些呢 如果说 有人工作轻松 我觉得可以轻松的 多做一点 如果说都比较累的话 我觉得就分担吧 不说确实他比较累 我也可以多做一点 那你会不会做饭最近呢 我会煮饭 但是煮菜的话 暂时不会 但是我会店外卖 但是我觉得外卖不健康呀 你会做饭啊 我会一些 但是肯定不能全是我做呀 那我学呗 你教我吧 行啊 学会了我做 可以啊 学会你就一直做 那我可能 我可以学一下 我觉得应该不难吧 之前没学 我觉得现在比较少 家里面也有父母 在外面也有外卖 但是如果说需要的话 我会学 那你平时在家里 你会做家务吗 会做 那你对网上说的 隐形家务 你知道吗 什么叫隐形家务 哪一些 就比如说你做完饭 那个灶台它会很多油 这些瓶是会做吗 那个家长教了我的 他要老 我弄完之后就要麻一点 男嘉宾的话语 说服了亲友团 那女嘉宾又有没有打笑顾虑呢 我刚刚问她的时候 她也是说 愿意跟你一起 出去闯荡 比较尊重你的意见吧 然后 在那些生活方面吧 也比较 想是听前就你的 然后她也会说 她说不会做饭的 她会去求 我觉得还是多活死 会和她交往死一样 妹妹我感觉 你以后少朋友 你的眼睛要擦亮 因为说句实话 有种谈恋爱之前 男女说要叫华 平时都行的 大部分他们会就是味道 就是先跟你在一起 他们会说的 把自己说得很好 但实际上就是还要看 越是说的那种 把国人吹得越好 那种人就是 我感觉就是越主导那种 因为一个人就是越没他 就在越说他之上 但是我觉得她长得也还行 可以死一死 一个孩子说的那种 我们还是要跟他先接吹 先砍一下导力 合不合适来说 女嘉宾始终有顾虑 那男嘉宾又会做出 怎样的决定呢 此时两人的匹配指数 降至70% 好 两位 那经过了今天一天的相处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 今天最后的选择环节 那么选择之前 还想问一下 双方还有没有什么话 想对对方说的 其实我不是男朋友 因为上一段感情 就是开始在比较吵涮嘛 但是我对于你还是 都是非常的中意吧 但是我还是想慢慢来 我觉得我们会先从朋友 做新机就这样 那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 那刚刚小黛师已经 把自己的心意说出来了 对吧 这个叫做送出了橄榄枝 或者是暗送秋波 总之也希望能够有一个机会 跟男生从朋友开始做起 对不对 那既然女嘉宾都已经 提前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所以接下来就是 看一下男嘉宾 做选择的时候 那我的建议是 咱们怎么来做这个选择呢 如果说男孩愿意跟女孩 从朋友开始做起 那首先你们第一个肯定要加 对方为微信的好友 那才能够下来 好 那待会儿呢 我们就请女嘉宾 把你的微信的二维码打开 放在男嘉宾的里面 请男孩做一下考虑 如果你愿意跟他 从朋友开始做起的话 就请添加他为好友 如果不愿意的话 跟他说什么抱歉 就可以离开了 好不好 好 那接下来我们请小黛 准备好你的微信的二维码 我们也请男嘉宾 再说一下最后的考虑 从今天各个方面相处下来 我觉得这个男生 还是蛮不错的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先 先接触一下 看他是不是 他口中所说的那种完美的人 然后再去考虑下一步吧 本栏目由看远看见 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 请独家赞助不出 看远看见 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提醒您精彩节目 稍后继续 人老了 眼花了 眼睛不能换 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戴普通 看镜不能看远 中国渐变教眼镜标准 制定成员单位 歌唱家蒋大为李玲玉 亲情推荐 近视老花 远视散光 看远看镜 只需一副超视力远镜 一体镜 看书 看手机 开会 走路 都能戴 一副眼镜全做到 400-100-6565 023-8686-5539 想脱单很简单 来重庆电视台 凡人有喜的线下活动服务中心 媒体公信护航 真实相亲 诚信相亲 只要你是单身 或身边的亲人朋友是单身 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 8805 8805 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来免费相亲 找对象 赶紧联系我们吧 好 我们最后看一下 男嘉宾的选择 3 2 1 请选择 关于刚刚刘嘉宾说的 从朋友做起这个电话 我觉得是挺好的 但是我没想到能从他 他那里说出来 因为我是有一点这种想法的 因为我觉得这种事情 毕竟要惊喜嘛 我觉得慢慢来 如果超之过急的话 我觉得不会长久 但是我没想到 是他能说出来的 从他那儿 我觉得他性格 真的很帅子很直爽 我比较喜欢 其实他答应 就是跟我从朋友做起的时候 我还觉得蛮欣喜的 因为现在很多男生 都还蛮快节奏的 因为慢慢来 也是一种诚意吧 恭喜恭喜 我们要把妹妹 再重新请回到 我们节目当中 来 我们也吵大家 好了 随着刚刚 呜的一声响 那在你们的微信上面 已经把对方添加为了好友了 那么接下来 大家也可以多联系 从朋友开始做起 更多地去了解对方 当然 今天晚上回去以后 你们也可以通过对方的朋友圈 更多地去了解一下 对方的一些兴趣爱好 好 今天我们女嘉宾的妹妹 也全程陪同着姐姐 参与了这一场相亲 最后有没有什么话 想对他们俩说 我就想哥哥姐姐 可以好好享受 然后有一个圆满的结果 也希望哥哥能像刚刚 说说的那样 做到自己所说的话吧 对对对 好好地对我的姐姐 好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希望能够说到做到 好不好 好 各位 今天我们的这一对男女嘉宾 他们虽然都很年轻 不过在感情当中 或者在自己的事业当中 他们都是属于 比较有自己的主见的 这样的年轻人 这个炙热的重庆的夏天 他们在重庆成为了朋友 那在未来 也希望他们有无限的可能 不管是在重庆 还是在杭州 希望他们能够有共同的事业 未来也有更多的交集吧 想脱单很简单 来重庆电视台 凡人有喜的线下活动服务中心 媒体公信护航 真实相亲 诚信相亲 只要您是单身 或者您身边的亲人朋友是单身 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 8805 8805 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来免费相亲 同时呢 您还可以到全重庆 超市力各大门店来进行报名 那凡是成功参与凡人有喜节目的嘉宾 还将会获得 由超市力眼镜 为您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 节目播出以后呢 我们的嘉宾可以到超市力重庆 各大门店来进行领取 好 爱情靠争取 为爱不放弃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